基隆市长林又昌年底即将卸任 八年推动的市政建设 让大多数议员都很肯定 不过也有许多地方关心的建设 都还没有完成 像是市议员张耿辉就质询 基隆河七堵段自行车道串联新北市 何时可以做呢 那基隆河你私底下来 可以问我们公务处长 市长串联的话 沿途的话脚踏车要不要冲去站 那些要不要警官台 要不要停车场 要不要公策 你要相关的联系 不是说1.8亿你就够了 还有新北市 基隆河是两岸的 他会做到我们基隆市这一段吗 不可能吧 你做起定你也不可能吧 所以当初为什么说5.2亿 5.2亿 那你都好像说1.8亿 你就好像不再争取了 其实那是不对 市长林又昌达巡表示 受限经费先做一边的河岸 可以先接通新北市的工作 基隆河岸的自行车道 这个1.8亿 现在目前已经差不多 接近完成的一个阶段 应该在10月份 我们基隆河的这个自行车道 可以来开通 那过去需要5.2亿 是因为我们两岸都要做 我们两边都要做 那现在1.8亿 我们先让整个基隆河的自行车道 可以从新北汐止端 可以进到基隆市区 然后沿着基隆市区 基隆市区的河岸 然后一直串接到暖暖 然后再接到新北市 我们先让这个先串起来 那因为之前5.2亿是两边都做 而且还有一些跨基隆河 的这些工程 所以过去会比较高是这样子 张耿惠也特地在邀请主管单位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人员 到现场会刊 要求依照市长林又昌的指示 尽快完成自行车道 接通的工作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